谁是中国最危险的人群 对于这个问题大陆网友们有了新答案 去年中共网信办的抑制新规 迅速让微信群主成为高风险人士 为了规避风险 一些微信群主另闭心境 开始把聊天群的管理权移交海外 中共网信办9月7号发布了 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对互联网群组的建立者和管理者 实施了连坐制监管 一旦被认定为违法聊天 不仅发言网友要被罚 群主也要被追责 随后警方对网民紧急提醒 今后发微信要注意9步发 并称有多名群主已经被抓 这9步发包括政治敏感话题 谣言、内部资料 涉黄涉毒涉报等不发 港澳台新闻在官方网站未发布前不发 军事资料涉及国家机密文件不发 来源不明黑警察的不发 其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发 网友徐行踏流水发文感慨 这9步发几乎能把每一个非照的中国人套进去 就算是香港人在群里发了个香港新闻 群主也得被抓 所有的群员和群主成为了人类被抓命运的共同体 而且这种群主连坐制是分化、猜疑、进化微信群的极佳手段 也就是毛泽东的让群众斗群众 鉴于此 不少涉媒群主纷纷表示要立即解散群组 但也有另辟心境的把聊天群的管理权移交海外 据自由亚洲电台披露 海外一位华裔 一夜之间接受了70多个聊天群的管理权 群主反倒自身安全的忧虑 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把群主放在海外去 我看你们能不能找得到抓得到 这个成熟玩笑吧开心斗热 不过互联网网络自由观察人士骨河表示 如果很多群主都这么去做 其实是对中共让步 因为你今天可以把这个群主让到海外去 明天他们就可以另外一个固定 凡是加入这个群的群员全部都有对 那你怎么办呢 那你干脆全部退出吧 在后天的话 所有登录这些网站的登录这些聊天软件的人 都有对 你最后就一步一步地被中共逼到 不谈政治 只做顺从的绵羊 实际上这样子做呢 是对中共的一种动容 据骨河观察 目前大部分群组的反应 一是自保 另外绝大多数是不表态 还有一部分则是坚决默视 维护言论自由的权利 旅美中国问题研究人士张健表示 网信办新规能否执行还有待观察 但从老百姓的反感和反弹声音来看 这是中共丢人现眼又玩杂的一次 张健认为即使新规之下 网友们还是什么话都可以说 而且他建议即便群组里有五毛 也可以让他们留下 这样不仅有利于保护群组 同时也能给五毛上民主课 用正常思维去影响他们 而骨河说 对于这种恶法 大家把它有视为无 都不理睬它 它就没有办法了 因为法不择重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练拳 揽拳的丑闻不断被披露 每每披露 在中共十五大时 将为了制约时任总理的朱荣基 将其心腹李兰青安排为第一副总理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高新发表文章说 江泽民1997年9月主持 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厂 硬是要安排李兰青进入政治局常委 并在次年三月朱荣基接替李鹏总理职务的同时 让你接任第一副总理 而没有像中共十五大之前外界传说的那样安排 比李兰青年轻九岁的吴邦国 其真实动机十之八九 是设计好如此安排 才能有效地制约朱荣基的目标 文章披露 江泽民1989年入主中南海之初 李兰青还是对外经贸部的副部长 但这名副部长的一次搬家 竟然能够惊动中共党魁江泽民和总理李鹏双双前往 恭贺乔迁之起 仅从这一个生活细节上 足见他们之间的捧党关系支铁 当时一名国务院办公厅工作人员透露说 李兰青与朱荣基的关系 用话不投机半剧多来形容都已经不够形象 两人之间的关系紧张程度 甚至已经影响到了各自手下的工作人员 报道说 试想 另一名与总理话不投机半剧多的人出任第一副总理 如何谈得上顺利开展工作 当初赵紫阳担任总理期间 虽然与副总理李鹏和姚依林 时常在观念上针锋相对 但至少在表面上还能保持一团和气 高新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说 如果当时江泽民真心是从有利于干部新老交替 大局出发 第一副总理的位置应该是安排给下届总理的接班人温家宝 55岁 但江泽民却安排给了65岁的李兰青 高新认为 江泽民当时如此安排的目的 显然是希望在朱荣基与李兰青的内耗中 减弱朱对江的所谓领导和新的权力威胁 据悉 江泽民从上海开始就急恨朱荣基 当时江任上海市委书记 朱任上海市长 1989年64后 他俩先后调任中南海 江任中共总书记 朱任副总理 炎黄春秋杂志前副社长杨继绳曾刊文说 江泽民上台后 邓小平对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论 等极左的做法相当不满意 1992年初 十年八十八岁的邓小平决定南巡 把冷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这个思想重新炒热 文章说 1992年4月 邓小平在视察首钢时讲到 朱荣基懂经济 不服气不行 还说对朱荣基用晚了 这加大了邓要让朱上 江下的猜测 但在中共元老们的干预下 将未被撤换 1997年邓小平病亡后 江泽民权力急速膨胀 既掌握军权 又是党和亲的他 唯一不能插手的是 牢牢掌握在经济沙皇 朱荣基手上的经济决策权 这是江无法容忍的 千方百计要夺去朱的经济大权 1999年4月 朱荣基访美 但未获得美方支持中方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同年5月8日 发生美国战机炸毁 中共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 江泽民就以种种借口 夺去朱的经济大权 中共官方日前对 前中宣布副部长 前往信办主任卢伟的双开通报中 几乎罗列了 落马老虎所有的政治罪名 用词空前严厉 海外党媒消息指 这是习近平彻底改革文宣的开始 岂有可能仿赵军改 正速将派掌控多年的文宣系统 2月14日 编辑部设在北京的海外党媒 多维网引述多个消息透露 中共十九大后 从中宣布原部长刘其宝提前下课 到双开卢伟的政治用词严厉 都是习近平根据其部署 决心彻底改革文宣系统的开始 文章说 后续可能还有文宣系高官落马 内部宣传与外部宣传系统 或都将被革新 2月13日 中纪委发布双开卢伟的通报 其罪名足足罗列两大段文字 包括违反政治规矩 小圈子 妄议中央 野心膨胀 以全谋色 四个意识各个皆无 六大纪律降向违反 十八大后不收敛 是典型的两面人 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互交织的典型等 落马官员的所有政治罪名 几乎卢伟都有 除此之外 还包括不择手段为个人造势 对中共中央部署 搞选择性执行等 其他落马老虎没有的政治定性 卢伟作为文宣系的一名文职官员 居然背负起习近平反腐以来最多 最狠的罪名 很快引起海内外舆论关注 中共宣传系统长期由江派人马把持 习近平上台后 刘云山一直在立于宣传口给习搅局 而宣传系统出身的卢伟 也被指主掌网信办期间 在互联网配合刘云山 用高级黑的手法让习近平背黑锅 并压制习近平的亲信徐林 卢伟的罪名中 违反政治规矩 搞小圈子 两面人 选择性执行等等 也反映出江家的宣传系统 和习近平离心离德的乱局 目前 王滬宁 黄坤明和徐林 分别替下刘云山 刘起宝和卢伟 宣传系统最顶层已经洗牌 但是江家与党 仍然遍布宣传口的中高层 不是反腐短期内能够清理干净的 因此 习近平阵营要抓过笔杆子 很可能仿照军改 启动宣传系统改革 在重组权力体系的同时 安插亲信 争速江派人马 日前美媒披露 北京当局已经下令 对中共外交部进行彻底改革 足建一个权力更大的外交团队 力图在对外事务上 用一个声音说话 再联系即将重新出山的 王岐山可能参与外交事务 习近平有可能要对江派 把持多年的外交系统动刀 按惯例 北京当局在新年前 看望了中共退休领导人 但党媒公布的退休高层名单中 却没有王岐山 新华社2月13日报道 习近平等北京高层在新年前 分别或委托有关官员 探望退休的前领导人 新华社公布的退休领导人名单 与2017年相比 增加了在中共十九大上 刚刚现任的 十八届政治局常委 刘云山 政治局委员孟建柱和郭金龙 中央书记处书记赵洪柱 但没有已在中共党务系统 裸退的前政治局常委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这可能意味着 王岐山尚未退休 将在三月两会上 出任中共国家副主席 中共十九大上 现任的政治局常委 包括王岐山 刘云山 张德江 于正生 张高丽五人 但张德江 于正生 张高丽虽然卸去党职 仍分别在任人大委员长 政协主席 国务院副总理这些政府职务 今年三月才会正式卸任 因此没有列入已退休高层的名单 日前 王岐山已在湖南当选 中共全国人大代表 打破退休常委 不再参加人大的惯例 随后 有多家外媒引述消息是 王岐山将在人大上 被任命为国家副主席 因此需要首先入选人大代表 有关王岐山出任副主席后的权柄大小 有多种分析 有人认为副主席只是个花瓶角色 但更多人分析 王岐山将手握实权 甚至比肩或超越政治局常委 还有港媒分析 王岐山出任副主席 是准备在下一届接任国家主席 继续辅佐习近平 至于王岐山接任副主席后分管的领域 有美媒消息称 将主管中美关系 也有海外党媒放风 也可能监管香港事务 中共中央前军委主席范长龙 被查消息传输后 官方已出面必谣 范本人也被安排公开献身 但落马怡云依然难消 有自称范长龙的战友 似乎还嫌必谣不够 日前又放出据称是范长龙 刚刚书写的书法 但被发现落款是去年历春 大陆新浪微博近日流传范长龙 和一名男子手持 稳如泰山书法的合影 香港星岛日报2月12日报道 曾为范长龙必谣的战友 施子贤向该报确认 这是范长龙2月6日 在北京与几位老战友聚会时 为一名老战友书写的 施子贤在博客贴出几张照片 并称当天范长龙 还为他写了家和万世兴的横幅 博文还说 范长龙不是酒不抽烟 夫妻恩爱 儿子是刘美金融博士 在国内一家企业工作 范长龙在位时 妻子刘延经常提醒他要管好部队 不辜负习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信任 不过 外界观察发现 合影中稳如泰山的书法作品 落款时间却是丁有年立春 万年立显示 丁有年立春是公立2017年2月3日23时 黄历的大年初期 而丁有年的次年 即务虚年的立春是公立 2018年2月4日早上午时 黄历的腊月19 因为中共有意破坏传统文化 导致中国学术界近年来 对甘之纪年到底是 从立春开始 还是大年初一开始存在争议 如果按照甘之纪年 从大年初一开始的说法 公立2018年2月4日 还算是丁有年 不过 只要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 这个立春是明年苟年勿虚年的立春 而不是今年今年丁有年的立春 而且 即使书法作者实在没文化 勿将勿虚年写成丁有年 也不是施子贤所称的2月6日 目前 范长龙落马一云未消 此时出现有一点的照片 更加深了外界的猜疑 虽然官方已安排范长龙 2月2日公开出席军方活动 但多家媒体报道 前军委主席徐才厚落马前 也曾被安排在类似场合露面 因此外界猜测范长龙目前是否与当年的徐才厚一样 已处于被控制或办控制状态 1月20日 自称范长龙战友的施子贤也曾在网上贴出范长龙夫妇的近日生活照 其中也有一幅书法作品 落款时间是丁有 当时就有红二代质疑 这些照片是以前的旧照 有趣的是 1月14日率先报道范长龙落马的《星岛日报》 也对施子贤20日贴出的这些照片进行了报道 并发表了对施子贤的专访文章 因属其消息称范长龙没有被查 正在海南越东 再算上这次报道范长龙的《稳如泰山书法》 《星岛日报》已经两次访问施子贤 为范长龙落马必摇 有分析猜测 《星岛日报》这种自损公信力的报道 可能是因为受到某种压力 范长龙2月2日露面后 另一家有中资背景的港媒《南华早报》 也刊登了一篇值得玩味的报道 该报道标题中澄清了后面带有问号 内文也称范长龙现身可能澄清了落马传闻 《星岛日报》最初报道称 范长龙是徐财后嫡妻 因被前军委委员房峰辉供出而被查 房峰辉也被另一家港媒指为郭伯雄救部 香港《东方日报》随后报道 范长龙在横丰银行任职的儿子乙施连 再加上横丰银行董事长蔡国华早前受查 横丰银行为范家洗钱的事不敬而走 日前 北京市委书记蔡其立推腾笼幻鸟 令舆论怀疑这是否其驱逐低端人口的动机 汪洋主政广东时推行习近平支持的腾笼幻鸟 以及和薄熙来的蛋糕论之辩 都被认为与汪、博二人争夺中共18大常委门票有关 不擅长拍马的蔡其 捧习言辞不仅引发副作用 还招致习近平不满 台湾中央社报导指 腾笼幻鸟是中共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策略 龙是指区域空间 鸟指的是产业 在执行上往往会迁出或淘汰区域内低端产业 同时连带导致低端人口被迫离开 北京党媒报导 2月3日 蔡其与北京市长陈吉宁前往北京西城区 东城区、朝阳区、海电区调研 调研重点是书解非首都功能的腾笼幻鸟工作 并召开现场推进会 蔡其在调研中指 要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要求推进腾笼幻鸟 进一步书解退出不符合首都发展定位的企业、产业 换上会下鸡蛋的鸟 蔡其要求继续下利器 书解一般制造业、区域性批发市场 同时也提到进一步拆除违法建设 创建无违建区、无违建街道 报道还提到这四个区对腾笼幻鸟的探索 其中西城区的天号城批发市场转型为宝兰金融创新中心 从业人员近为原来的五分之一 占地面积也缩减为原来的百分之三 去年年底 北京一场大火 引发了暴力拆除违建 清除隐患的专项行动 大量外地人口被强制驱离 很多人被迫在寒业露宿街头 北京非人道的执政方式引起寒内外舆论声讨 当时北京官方文件中出现书解低端人口字样 此次行动也被称为驱赶低端 或北京排华运动 腾笼幻鸟是中共新一届政治局常委汪洋 在主政广东时提出的口号 此次蔡奇重提 从一个侧面表明该策略已被习近平肯定 因此蔡奇才大力推行 据媒体此前的报道 习近平2006年执政浙江时 曾在之江新语栏目发表 从两只鸟看结构调整 论及经济结构调整主要有两项内容 分别是凤凰涅槃与腾笼幻鸟 之后 习近平2007年前往上海主政 内定为中共接班人 同一时期 汪洋从重庆转赴广东 并正式启动腾笼幻鸟和双转移战略 1月2日 美媒世界日报分析认为 国务院此次发布扫黑除恶通知 是在为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背书 平反蔡奇因拆除低端人口住屋 引发的海内外舆论责难 报道引述圈内人士透露 上述行动是因蔡奇护主心 谢想做出点成绩 结果断人财路 遭人落井下石吃了暗亏 据圈内人士披露 一位北京市官员谈到蔡奇 说因为蔡奇不擅长拍马 所以一直未得到重用 其此次破格提拔蔡 蔡内心很感激 但十九大前云绝播鬼 还内外反习势力集中攻击王岐山 打出清军侧旗号 为维护习的权威 蔡奇做了公开拥习的表态 但不擅长拍马的蔡奇 哼习言辞过当 不仅引发副作用 也招致习近平不满 这使对蔡是个教训 因此极力想在其他方面有所补救 局常委 并在次年三月朱镕基 接替李鹏总理职务的同时 让李接任第一副总理 而没有像中共十五大之前 外界传说的那样安排 比李蓝青年轻九岁的吴邦国 其真实动机十之八九 是设计好如此安排 才能有效地制约朱镕基的目标 文章披露 江泽民1989年入驻中南海之初 李蓝青还是对外经贸部的副部长 但这名副部长的一次搬家 竟然能够惊动中共党魁江泽民和总理 李鹏双双前往恭贺乔迁之起 仅从这一个生活细节上 足见他们之间的鹏党关系之铁 当时一名国务院办公厅工作人员透露说 李蓝青与朱镕基的关系 用话不投机半句多来形容都已经不够形象 两人之间的关系紧张程度 甚至已经影响到了各自手下的工作人员 报道说 试想 另一名与总理话不投机半句多的人出任第一副总理 如何谈得上顺利开展工作 当初赵紫阳担任总理期间 虽然与副总理李鹏和姚依林时常在观念上针锋相对 但至少在表面上还能保持一团和气 高新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说 如果当时江泽民真心是从有利于干部新老交替 大局出发 第一副总理的位置应该是安排给下届总理的接班人温家宝 55岁 但江泽民却安排给了65岁的李蓝青 高新认为 江泽民当时如此安排的目的 显然是希望在朱镕基与李蓝青的内耗中 减弱朱对江的所谓领导和新的权力威胁 据悉 江泽民从上海开始就急恨朱镕基 当时江任上海市委书记 朱任上海市长 1989年六四后 他俩先后调任中南海 江任中共总书记 朱任副总理 炎黄春秋杂志前副社长杨继绳曾刊文说 江泽民上台后 邓小平对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论等 极左的做法相当不满意 1992年初 十年八十八岁的邓小平决定南巡 把冷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这个思想重新炒热 文章说 1992年四月 邓小平在视察首钢时讲道 朱镕基懂经济 不服气不行 还说对朱镕基用晚了 这加大了邓要让朱上 江夏的猜测 但在中共元老们的干预下 将未被撤换 1997年邓小平病亡后 江泽民权力急速膨胀 既掌握军权 又是党和亲的他 唯一不能插手的是 牢牢掌握在经济沙皇 朱镕基手上的经济决策权 这是江无法容忍的 千方百计要夺去朱的经济大权 1999年4月 朱镕基访美 但未获得美方支持中方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同年5月8日 发生美国战机炸毁 中共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 江泽民就以种种借口 夺去朱的经济大权 中共官方日前对钱中宣部副部长 前往信办主任卢伟的双开通报中 几乎罗列了落马老虎所有的政治罪名 但也有另辟心境的 把聊天群的管理权移交海外 据自由亚洲电台披露 海外一位华裔 一夜之间接受了70多个聊天群的管理权 不过互联网网络自由观察人士 骨河表示 如果很多群主都这么去做 其实是对中共让步 据骨河观察 目前大部分群主的反应 一是自保 另外绝大多数是不表态 还有一部分则是坚决默示 维护言论自由的权利 旅美中国问题研究人士张健表示 网信办新规能否执行 还有待观察 但从老百姓的反感和反弹声音来看 这是中共丢人现眼又玩杂的一次 给群主送牢饭 当然这是一个笑话 别人说错的话 就因为在你这个地方 群主是不是很冤枉 群主说这个微信还是马哈腾发明的 是不是要把马哈腾抓了呢 这个逻辑衍生下去的话 马哈腾说了 是在中国共产党楼下 那你应该把中国共产党党员都得抓了 张健认为即使新规之下 网友们还是什么话都可以说 而且他建议即便群族里有五毛 也可以让他们留下 这样不仅有利于保护群组 同时也能给五毛上民主客 用正常思维去影响他们 而古河说 对于这种恶法 大家把他有视为无 都不理睬他 他就没有办法了 因为法不择重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练权 揽权的丑闻不断被披露 每每披露 在中共十五大时 将为了制约时任总理的朱荣基 将其心腹李兰青安排为第一副总理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高新发表文章说 江泽民1997年9月主持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厂 硬是要安排李兰青进入政治局 谁是中国最危险的人群 对于这个问题 大陆网友们有了新答案 去年中共网信办的意志新规 迅速让微信群主成为高风险人士 为了规避风险 一些微信群主令必心境 开始把聊天群的管理权移交海外 中共网信办9月7号发布了 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对互联网群组的建立者和管理者 实施了连坐制监管 一旦被认定为违法聊天 不仅发言网友要被罚 群主也要被追责 随后警方对网民紧急提醒 今后发微信要注意九步发 并称有多名群主已经被抓 这九步发包括政治敏感话题 谣言 内部资料 涉黄涉毒涉报等步发 港澳台新闻在官方网站 未发布前步发 军事资料涉及国家机密文件步发 来源不明黑警察的步发 其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步发 网友徐行踏流水发文感慨 这九步发几乎能把每一个 非照的中国人套进去 就算是香港人 在群里发了个香港新闻 群主也得被抓 所有的群员和群主 成为了人类被抓命运的共同体 而且这种群主连坐制 是分化 猜疑 进化微信群的极佳手段 也就是毛泽东的让群众斗群众 鉴于此 不少社媒群主纷纷表示 要立即解散群组 不少许多群主线出发 发动广员